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艾斯也再婚了 那有何而吵呢 原来观念在于大艾斯提告了他跟汪小飞追讨500万元的生活费还申请假扣押 这让舆论彻底炸锅 为了反击 汪小飞似乎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了 连续好几天开直播 写微博放话 除了八卦之外 更多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汪小飞说他在今年他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了所有的费用 但大艾斯已经结婚 我真的不想再付两个月9万块的电费 大家想问 豪宅两个月的电费竟然要9万 而且还点名了 要窝囊费换床垫 而这个床垫一查是当初专属为大艾斯打造的 竟然要价932万 最后扬言要把它烧掉 而风波的最高点是汪小飞说 他要在11月22号飞往台湾 去S家讲清楚说明白 到了当天 北京首都机场聚集了大批的媒体跟狗仔直播主 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同样是大批媒体守候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王小飞要现身了 一刀又一刀将床垫割开 一层又一层被扒开 起来两名状态卖力破坏才能把整张床垫拆解 这几刀割在床上可是痛在心里 除了是床垫要价不菲 再来也是宣告两家人彻底撕裂 王小飞心心念念的床垫就这么销毁 小飞哥心里到底有多更 自己睡不到别人也休想睡 所以非得毁了他不可 尤其是王小飞非常走心的是 因为这张床垫 那各位都知道 过去我们在娱乐圈 走到去称呼大批媒体守候 她是女王的生活 各位 身为女王的我 妳敢说我我难备 是可忍 这同气忍不下去 殊不可忍 所以昨天傍晚5点多的时候呢 就有一辆小火车 就直接把这一张 要价932万的床垫 直接从大S4亿的豪宅 就载到了S Hotel 就送到这个Hotel去 意思就是说 你在乎这个床垫 对不对 你为了这个床垫就暴走这么久 对不对 好 我就还给你 其实大家也说他根本 就因为没有睡过这张床垫 对不对 人家这个床垫 早可能早就卸下来 对 就放在家里而已 没处理而已 问题是你汪小飞22条的微博文章 就是为了这个床垫 我还给你嘛 好不好 整件事情怎么样你知道吗 这实在太好笑了 因为呢 汪小飞他都会先开地图泡 就说呢 就有点嘲笑 就是说 你们那一张床 意思就是我睡过了床 你那个新的老公还睡 换个床垫吧 然后呢 大S二话不说 他说我从来跟我新老公 没有睡过那一张床 而且马上把这张床弄到了S Hotel 意思是说 我不要了 结果汪小飞呢 他也要故意展现大气 说你不要 那我也不要 那就烧了吧 不好意思 我这张床耐烧 烧不得人 所以人家这个大 品牌大厂非常厉害耶 所以这张床是做过比较的 这张床方便又开始烧 这张床一定要我再点 我还烧不起来 而且清过了好几分钟以后 它已经烧完了 它只有一点点黑色的痕迹 宝杰哥 你知道这影片 是谁释放的吗 谁 就是这个品牌啊 就是这个品牌啊 为什么会在今天突然放出 这个内烧防烧的影片 你也知道大家一直在这里 对 他就是 冤枉王小飞啊 王小飞说 你把这床烧了吧 他就在网路上马上投出说 不好意思喔 没收你 我们这个床面是防火的 所以你说嘛 王小飞有多蠢 连在这种事情上 还被人家品牌大厂笑我们说 哎呀 你睡在这张床 你还不知道这张床是防烧的 你要把这张床毁了 只能把它切割来 只能把它撕毁掉 没办法用烧的 而且而且 大意思当然不是省油的灯 你要床垫就还给你吧 对了 王小飞不是说 要来台湾把手垫搬回去的吗 而那天北京首都机场 还有台湾桃圆机场 可是有大批媒体在守候 现在在等 王小飞啊 他今天 从北京出发 去台湾 这是11月12号 从北京飞往台北的长容 BR75班机报到柜台 这一天 两岸媒体的注意力 全集中在这里 会有这样的关注度 全是因为前一天 王小飞 微博放话 说要来台湾 扬言要跟S家 当面说清楚 这五文一发 好多网路上的吃瓜群众等着看 更有大陆网友回复 快去台湾找光头 记得还要把孩子带回来 甚至有网友开玩笑提醒 回去记得把床垫一起带回来 主线任务夺回孩子 实现任务 背困一面 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 在大陆的那个北京的机场 总共三个关卡 一个是VIP 商务通道 还有普通通道 全部都有狗仔站线 狗仔全部不躲了 直接拿起手机干嘛 做直播 就是要目睹 王小飞有没有进入这个机场 有没有进入这个航下 但现场也看得到的其他 包括像是一些路媒 来到现场来进行直播 还甚至还表示说 要来帮王小飞 来扛回他的床垫 那么很多网友呢 也在网路上不断地评论此事 大陆网友热烈讨论 甚至还有人说 上一次这么关注 飞往台湾的航班 还是今年8月 美国议长裴洛西访台 大陆著名的狗仔直播主 机场直播足足 两个多小时 一度吸引32万网民 在线上收看 王小飞就是松了 你们给他起一个名字 叫阮小飞 这个阮和这个汪差别 不是很大 就一直看一看一看 看到一点多的时候 怎么人还没有上飞机啊 一点事情就要飞了 结果人没有上飞机 怎么办呢 会不会从上海溜走来 不止这32万人 关于他的动向 同一时间 台湾桃园机场 大批媒体守候 所有都在等着看 他到底飞去哪儿 现场人可以看到呢 已经有不少家媒体 都在这边等候 等的人呢 就是王小飞 王小飞订的是1.55分班机 预定5.15分 抵达台湾桃园机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大家望穿秋水 结果飞机还延迟了一个小时 等他等的 好不容易长榮 并而1.75分班机落地了 入境大梯 会等到大家期盼的那个人吗 30分钟过去了 又等了一小时 听说入境的人都散了 那他人呢 大家被放盒子了吗 他就是一个放开的小孩 这个东西已经是第一次了 根据北京那边的消息 掌握指出呢 他人是有到北京机场的 其实呢 因为这个人民同行证的问题 所以因此是没有上飞机 有人怀疑汪小飞是临阵脱逃了吗 敢说不敢做 还是久醒后悔了呢 但是经过航空公司确认 其实汪小飞是有定机位的 没想到因为通行证卡关 所以无法预期飞来台湾 之前不是说汪小飞来台湾吗 那我想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狗仔当时也是 在北京的这个机场 就没有来 没有来的时候 人家在说 他后来就没有来到台湾 就人家就是他原本是要来跑 我们床垫啊 这条鞋大概是这样的 就人家要小孩 就没想到人家就说 不是 他其实目的是要卖这个S Hotel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S Hotel 一个月要大概700块的 700万的这个租金 压着他喘不过气啦 700万 所以他就是想要买 他原本人家就说 他为什么没有来呢 说实在就是因为 他原本说好的卖家 没有要买嘛 所以变成是说 他为什么没有来台湾 说到你来说 还是问题 你没有达成你的三业目的 说什么 你要来这边这个墙床 就要来这边看 这个墙床 相较于汪小飞的情绪失控 他不断在网路上 炮轰大S一家人 大S他保持淡定低调 就透过律师发出了声明稿 有人看过这一篇声明之后大赞 大S你真的是高EQ 没有口出恶言 但是却字字藏针 暗藏玄机 上次他写到了 我从未伤害汪先生的身心 似乎是暗指汪小飞 你做错事又骂人 伤害了我的心心 另外 好聚好散 此生不出了眼 我做到了 对比前夫这句话 更明显了吧 网友说大S你真的厉害 理性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做大事 不过也有眼睛的网友发现 大S虽然对前夫的指控 看似很冷静 但他却静悄悄的把 脸书粉丝团的自我介绍 由空白内容改为 口出恶言者out 这是对汪小飞模子最大的反驳吗 而在汪小飞暴气的同时 大S的经纪人也罕见的发声 他说汪小飞他半夜喝了酒 所以大S说的话 会让你无法置信 很可惜的是 我们不能公开 因为会上头条 他们俩到底藏了什么 不能说的秘密吗 相照于汪小飞在微博暴怒 狂发超过20则贴文 大S的作风似乎平和了几个 大S透过律师公开声明 有人看了之后直赞 大S很厉害 绝对是公关一把好手 原来声明稿当中暗藏玄机 像是提到 我从未伤害过汪小飞身心 暗指对方出轨骂人又伤害身心 对张岚女士发自内心尊敬 汪小飞却对全家骂 离婚是为你着想 暗示她做错在先 好聚好散不出恶言 还有不要拉黑我 反奉汪小飞可情绪化 更高招的是 导致我没有第一时间提醒她 悟情绪发言 没离婚的时候还能提醒她 暗示现在身边的人不行 最后则说 愿停止纷争驻神已兴隆 其实是只不靠网上搞纷争 还能迈过吗 祝福汪先生更是展现大S大气 汪小飞小心眼 也就是说其实汪小飞 因为在某些时候对外很大男人 然后很多事情都是有一些 她很执着的主观的一些想法 可是呢在很多生活细节上 她又很依赖大S 就让大S觉得说 她恐怕也就是一个长大孩子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大S在声明里面 你仔细去看那个文字 就是说我不会口出恶言 我不会伤害你的身心 我一向就是尊重你的父母亲之类 但是她里面也提到一些就是说 你不要删除我 对不对 就意思是说你不要不跟我 让我不能跟你联系 可是她重点在后面那一句 就是说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提醒你 不要用那些情绪性的字眼 因为那可能违法 这一段的声明不但是话里长生 其实也可以推敲出汪小飞的个性 真的很重 哪有需要去提醒 如果你们之间的互动是这样 就表示有很多时候 就是汪小飞有很多的做法会 很不成熟 而这不成熟 其实在他们婚姻关系里面 都让大S可能都是 已经到最后有不可证 大S声明里头什么都没说 但经纪人看不下去 罕见发生 在这几天大S的经纪人 是不是也写了一句话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在过去汪小飞 曾经对大S说过一些什么 她说如果那些对话 建议过公开的话 那就会成为一个头条 其实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你可以去想象就表示就是说 恐怕汪小飞 久后失控这件事情 也不是这几年了 有人就形容汪小飞 所以平常是好好先生 但久后想变了一个人 引起暴躁 就是使婚姻关系更紧张 加上汪小飞的年华惹草 踩到了大S的事情 张盈盈的这事情 应该是要把他们婚姻 最后一根稻草 可是不会是唯一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的婚姻 到底出什么事情 事实上大S 从他们结婚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汪小飞跟他妈妈张岚 要求大S 你每天都要打电话 给这个张岚要请安 所以张岚其实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这个婆婆 你都要跟他请安 所以大S每天 什么年代 每天还要跟婆婆请安 对 然后张岚要小孩 那原本大S就不想要 就是他之前就说 好 我们再等一等 但是其实因为大S年纪 比汪小飞大 所以这个所谓 张岚一直催 催催催 就大S受不了 那大S为他们牺牲最大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看着也很心疼 他以前是吃素的 那张岚就觉得说 你生不住小孩 你大概就是因为你吃素的关系 所以因为这样 她吃肉 就要吃肉 所以因为这样 叫吃素的吃肉 比叫吃肉的吃素 更痛苦耶 所以她为了她做这件事 强势的婆婆 给了大S一大的压力 生个女儿不息 非得再生个儿子 就生第二胎的时候 其实当时汪小飞 有在微博上面写 她生第二胎的过程 大S 因为她说已经高龄产妇 而且她生产的过程 她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 她生产的时候 她说她有两次 一次是中断的呼吸 然后她有急救 做了两次的急救之后 然后还住在家户病犯 生了这个小孩 结果她为了他们家 生了这两个小孩 那汪小飞还有脸讲说 大S的命是她救的 我就看了张岚 那个面目之后 我就可以改善 台湾的婆媳关系 这一次汪小飞爆气 忍了三天的大S 出声辟谣 列出六点声明 直接打脸了张岚 跟汪小飞 好有多厉害 第一句就说 我和五妹不能欺读 因为我们心脏都不好 意思是说我要命的话 我是不会欺读的 然后再继续讲说 我妹跟她的公国 还有小孩住在一起 根本没有欺读的条件 她很认真地回答这一句 其实大家都不相信 他们两个会有这件事 所以她还是认真地回应了 然后再来 小飞提出的明细表 不是我写的 我也没拿到四千万 这很重要 这不只是数字的问题 因为大S说 她每个月会收到 一百万元台币 是身心受创的弥补 她现在在服务带货 她一边在那边带货 卖她自己的麻溜器 在那边带货 她讲到这件事 她一直在那边带货 所以你知道 她其实 你在消费你儿子的婚姻 你在消费你以前的儿媳妇 你把人家讲得那么不开心 你还不是只讲她 你把一家都讲出去 搞了吧你只为了钱 别乱讲 譬如说讲她们吸毒 或是说她之前就跟那个光头 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吧 光头搞在一起 她现在 我觉得她也是 那我觉得台湾的婆婆太好了 没错 你看了就觉得 大S还要每天打电话跟她请来 婆婆你好啊 然后婆婆还每天指 你跟我吃肉 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关系 为什么大S会说 她身心受创 我觉得这个非常 我觉得她真的 如果你看的时候 她真的身心受创 不管有多少委屈 大S始终不出恶言 生命稿当中 还不忘祝福她们声音兴隆 这句话真的来比较 其实爱不自然学生 你看 借着这个船户的世界 吵得沸沸扬扬 割床铺 所以 所以大S也知道 你要什么 你说我的举动干嘛 都是麻六计生意兴隆 这就对了嘛 麻六计果然生意大大的兴隆了嘛 好 那你吃人 真的吃到骨头里来 你这样子要大S做这么多 又不能反驳等等 你这还要把不利的数据 证据等等的 要一必要销毁才行 所以大家现在很好奇 那些数据 那些证据 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想看到 从生活费炒到千万床垫 最后怎么会变成 用谎言包装的戏码 难道这一切都是 故意安排的行销人物 因为他非常非常地故意 他故意在他手上画一个 这个他们的这个戒指 他因为当初 Dias跟GG 就是用这样的定情嘛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网 就画这个戒指来代替 他还学他们你知道吗 大家就学你有必要这样子吗 对啊 那种 好可怕的婆婆 后来你们还不是说 你们昨天玩一个床垫的梗吗 那人家就说 那我们明天卖床垫 他就说好 我们准备要来卖床垫 他要卖床垫了 对 我要加班 我要来卖床垫 所以他之前讲 那个床垫是在铺梗 对 他连床垫都可以卖 对 所以你看 他有什么不能卖的 所以大家知道 原来你看 今天大一层就出来说 我可能他们今天很出来说 他们好像没有收过 那一个一千万的床垫 所以到底是 搞不好这一波从头到尾 就是汪小飞跟这个张兰 他们已经哭好了整个行销梗 行销下去了 而且 尽管如此 这请家务事确实引起了 两岸众多吃瓜看稀的民兽 看来这场风暴要跟今天 或许不可能 因为风暴止住就等于赚了 摇钱术 带戏脱棚 观众知 真想大S跟汪小飞的世纪战火 谁是最后的赢家呢 或许没有人胜出 但是流量倒是赚了不少 更带来满满的钱 汪小飞跟妈妈张兰连续两天直播 开唱还有卖货 短短两天就进账了1549万 五天内光是汪小飞的麻辣料理包 稍稍而是超过了台币两亿 大家是边吃瓜边吃酸辣粉 难怪大陆媒体会用赚麻了来形容他们 而微博的粉丝量 汪小飞的微博原本只有660万的粉丝 他开唱爆料之后 当天就增加了44万的粉丝 阅读数超过百万 被大陆网友封为 叫做发疯文学 称霸流量 随着赚的盆满锅满 粉丝量也收获到了 本来以为会继续严肖战火 汪小飞竟然主动地提出了休战 是赚够了吗 还是怕有把柄会爆出来 我们 喝起来吃起来 小软饭也做好了 宝贝 要什么咱有什么 小卤蛋 小绿茶 真是23号当晚张兰的带货直播趁机推出软饭卤蛋加绿茶的套组 讽刺意味十足 一开卖立刻销售一空 好多网友都说他真的是销售天才 就连儿子跟前妻的风波都能拿来卖货 画面当中他笑得何不拢嘴 都是因为短短几天 他转走 看到报纸这斗大的标题 你觉得谁是最后赢家 答案非常明显 他过去曾经是中国的这个胡论排行榜里面 餐饮业第三号人物 所以他当然不是省油的灯 你知道他这次 太狠了吧 我觉得说他真的什么都可以卖 为什么什么可以卖 家丑我跟你讲 如果价值2.6亿把它破光出来 能够有这么多钱你要不要卖 当然卖 以张兰的说法 张兰这样 我觉得张兰这一波的操作 我觉得相当厉害 为什么相当厉害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大X跟这个汪小飞追讨500多万台币 500多万 就没想到他们在反操作之后 他现在反正赚了2.6亿 哪套房子都自己花一分钱的了 房子车 几辆车 现在都是那个 都不长吵的人开着呢 张兰近日开直播婦儿 越骂越生气 但直播画面中 始终有一双手捧着钻蜡粉 骂人不忘带货 当天就卖出了一万箱 营收涨了七倍 粉丝也增加了12万人 你看他为了直播 或者带货 这样努力的称大A事 或是把他们家的事情 都翻出去了 他为了什么 就为了起码 你看光张兰这一段时间的直播粉丝 增加了50万 然后我们刚刚一直讲那个螺丝粉 或者是你说的酸辣粉的那一段 124万人在看 除了看之外 你知道张兰最厉害的地方是呢 他把这N到一边吃 一边给你购买连结 整个下来才两天时间 因为媒体去统计将近台币要快一千多万 根本是贫穷限制想象 一般上班族就算工作个十年 也可能赚不到一千多万 汪家母子一下报气一下道歉 就算是蹭热度 短短两天不但吸睛一千多万台币 大陆网友关注汪小飞的动态 更是超越氏族赛 这两天他可真是网路上最火红的人 真的不夸张汪小飞多有影响力 从他的微博粉丝数来看 因为接连发文从原本660万粉丝 创下单日涨粉44万 阅读数更超过百万 不但成为流量王 也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人 在歌里我可以去接受 这种优费恐惧症 给我带来的这种恐惧啊 汪小飞接连发文 从原本660万粉丝 创下单日涨粉44万 阅读数更超过百万 多有影响力带你来看看 不少小粉红因为力挺汪小飞 纷纷翻墙涌入聚聚夜的IG 洗版狂红 聚聚夜的IG中 出现中日韩英文四种语言批评 嘲讽他算个男人吗 住在人家前夫家 应该把店被搅一搅换个床垫 但也有粉丝力挺 认为不该把上一段感情的问题 要聚聚夜负责 王小飞21号在微博开战发文 就很呛聚聚夜 还说他现在跟大S住的房子 房贷是他缴的 店费生活开销都是他在付 结果呢 聚聚夜就直接住了进去 连床垫都不愿意换 就这样大S家的床垫引爆话题 一般以为没什么的床垫 竟然挖出是天价床垫 真的限制贫穷人的想象 现在这床垫目前已经销毁 正当大S跟前夫王小飞的战火 打得互不相让 这时候张兰加入战火 母子俩乱开地图炮 还不断放话要开黑料 这场世纪大战 网友看的是津津有味 这个老老头子住着我们家 汪小飞血汗换来的这个房子里面 对我们多大的侮辱啊 还跟着表演 对吧 你和你的小S把大S害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当妈的天天在那表演 你恶心啊 你你当妈的 你把你女儿害死了 你懂吗 小S在利用大S 张兰边骂边卖货 大陆媒体已赚麻了 来形容母子俩 21号当天从下午3点 一直到凌晨3点 有超过117万的网友观看 成交金额超过了100万人民币 相当于20日成交金额 只有10万人民币 一口气就涨了10倍 我们再演出7万了 好嘞 给他给蓝姐点减关注量 对 点点关注点核充满 他们说别的就是招来引狼食 你知道还有多夸张吗 三合的酸辣粉 就放在张兰的那个脸前面 然后就开始说 你说这徐佳这一家人 这一家人真的很过分 真的很过分 然后就开始骂人家 然后不断讲人家的八卦 说人家有多不好 然后就开始吃酸辣粉 张兰21号 透过抖音平台直播5次 粉丝多了12万 无常的直播加上卖商品 成交总额就超过150万人民币 连续两天的边骂边卖 一共赚进1500万台币 能不说这对母子还真够会赚 他一直来都是这个样子 从他开始在抖音直播开始 他那一天就一直在称大S 他一开始还记得 大家记得说他讲大S是什么 大S是我的媳妇 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他是个艺术家 他讲大S是艺术家 如今变成是老狐狸了 你看 舆论的热度促成民众 对食物的好奇 张兰边骂边吃 似乎也增添了网友 对商品的好奇心 也难怪酸辣粉 一卖就是好几万箱 难怪陆媒会以赚麻了 来形容他们 现在也好 那叫格局 明白吗 没道歉那是格局 王小菲的母亲张兰 直播到一半被告知 儿子道歉了 下一秒气得变脸 不顾正在线上 立刻传语音讯息责备儿子 疯了你 你八十秒 上来 怎么打疯了 会这么生气 全因为二十三号中午 王小菲突然发文 写下咱们福奇一场 是你发起的战争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床垫烧了都过去了 不再互相伤害了 不过这场世纪大战 有立体也有反对声浪 原本以为战火还会继续延烧 但就在二十三号 王小菲发文表示休战 她说福奇一场 就别再互相伤害了 你是妈妈 我感谢你 我什么都不说了 剧情急转直下 但别急还有个插曲 微博网友留住一次 张音音的朋友圈发文 截图中她贴出大S&G 运页的图片写到一家子 恶心至极和楼燕 世界战伙是否画下收纸符 没人知道 不过从王小菲预告 二十三日要参加直播对谈 有网友说 这孩子是懂流量的 相信各位看官 应该从这场大战中 看出端倪 也看出谁才是真正人家 听到我这个经典照声 就知道今天要谈的人是他 李小龙 这一名好莱坞传奇功夫巨星 他在1973年 在香港过世 仅仅32岁就离世 过去他生前曾经说过 我很喜欢当我死去时的 这一首英文歌曲 尤其是那一句 若死亡之时能够得到平静 那么就让那一刻早点到来 这一句无心的话 后来竟然如预言般的 他真的应验了 1973年7月下旬 今天二号突如其来 一海星辰 震惊世人 这个事情轰动香港 一个在我面向里面 这种英雄形象 好像很健康 伸手不凡这样的英雄 然后怎么会猝死 离奇暴毙 死因沉迷 李小龙的最后一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来小龙 先把钥匙了 小龙 有的说它是什么马上风啊 有的是它是一时大麻过量 他死后谣言那么多 怎么死的 他为什么会死 他就变得不错 1973年7月21日 一早醒来的香港民众 全都被报纸头条给惊呆了 李小龙突然暴毙 正当人们还在扼晚震惊之际 隔天一则消息的披露 更是让全感哗然 一开始呢 李小龙猝死新闻的时候 其实是被家和电影公司 所掩盖的 李小龙是死在九龙堂 他自己的家里 当时他的太太 还在他的身边呢 他是死在丁沛的香龟的床上 那当然站在保护他的形象 还有保护丁沛的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家和公司必须要 把这个新闻暂时先做个掩盖 可是呢 因为李小龙的处则 这必须由警方涉入来调查 你怎么样 只都包不住火 这丁沛是李小龙 生前所见的最后艺人 而他是谁呢 丁沛他是台湾的艺人 他参加过中第一届的训练班考试 丁沛的家世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他的舅爷就是张玄良 众所皆知 李小龙有个美国妻子林达 但他回到香港 整个动作巨型之后 桃色飞纹便未曾间断 他跟这个苗可秀就合作唐山大兄嘛 所以那时候也讲说 是不是他们两个好像 你看他的戏面演得这么好 戏味好像也是不是有发出 戏外的感情出来 他们是好朋友 苗可秀的男朋友是他弟弟 李小龙弟弟 一阵一阵婚礼 那么丁沛和李小龙又是什么关系呢 丁沛那时候就是李小龙的红粉知己 一时之间 二十六岁的丁沛成了众矢之地 李小龙到底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丁小姐前面有打破我们 他是不是吃了过量兴奋剂才死了 这桩暧昧不光彩的顽固 让丁沛从此背负了或许骂名 而那一晚又发生了什么呢 周五版就是扎和的创办人 约了他还有约了一些朋友 最主要是他有一个人就叫丁沛 就是要来谈跟他 所做的这种事情 谈着谈着李小龙突然一阵一选 要不要吃个什么药 纸糖发汗的药 纸糖可以吗 好 可以可以 你等一下 来来来 小龙 来 来来 躺下来 其实在此之前 李小龙就曾突然昏厥 因而住院 我体验了一次死亡的滋味 这有点像我的死亡游戏 你看你说什么话 你才32岁 怎么能想到这个字眼 我知道我没病 我只是累了 做龙真虎斗的时候 他还亲自去配音 那配音的那个环境 其实不理想 不理想他在1973年的5月的时候 光是为了配音就昏倒 我为什么呢 因为太闷热 那5月份的那次的濒临死亡 是整个脑水肿 类似的病争 两个月后再次发生 周文怀一看 这个李小龙还在休息 就想说但先让他休息好了 我先去吃饭 那等李小龙起来之后 丁沛你再跟他一起来跟我们会合 周文怀就一直打电话 你说你们怎么还没有到 全部人都在等你 他就说他叫不醒怎么办 他赶快再回来去看的时候 才发现他已经没了心跳 才32岁 钢筋铁骨的李小龙 突然撒手人寰 留下的却是更多谜团 李小龙猝死于丁沛家中 消息一出 立刻有小豹 将其死因往男女私情的方向引导 丁沛是不是这个 跟李小龙之间是李小龙这个 太操劳了 两个在一起太操劳了 所以才会这样 可是这一种说法就是 应该不至于嘛 因为他每天就来打拳练拳 什么的这个 大家哪个眼睛看到了 对不对 什么马上风 什么这种什么奇怪怪的 乱七八的说法都说出来了 那你大家是哪个眼睛看 没有人可以证明 对不对 而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有丁沛了 我觉得我丁沛是一个感受感动的人 如果我做了就做了 如果我真的跟小龙做爱 可以死了 我都会信任的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需要隐瞒 如果不是就不是嘛 这是李小龙试事十年后 丁沛在电视上首次露面 他否认了这番揣测 李小龙的厌食工作 始至他身故的36小时后 随后揭露的首份厌食报告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体内发现的大麻 医生就讲说 检验出说他的这个 虽然他有抽到麻 但是他胃里面 裁了一些大麻的痕迹 可是按理来讲 这个大麻不足以构成了 他生命的威胁 1973年的7月21号 当李小龙促世的消息 被媒体披露之后 舆论就像开水倒进油锅一样 迅速炸开来 32岁的李小龙 他正直壮年 身体强壮啊 他为什么会突然暴毙呢 有人说他滥用药物 更有人说他纵律过度 而那一晚 李小龙就在丁沛的家里 现在死因依旧成名 近期西班牙肾脏专家 在临床肾脏期刊当中 发表一篇以 《谁杀死了布鲁斯利》为主题 里头有不同的见解 专家认为 李小龙应该是死于水中毒 这一份报告 能还给丁沛公道 以及揭开李小龙的死亡之谜吗 这船宛如行走钢铁的李小龙 体脂率只有3% 那么他会不会是因为 长期练功过度 导致疾劳沉寂呢 《谁杀死》 他在我们的记忆中 和通过他的剧情 请记得他为了他的精神 他的艺术 和他的魔法 他带到每一人的奇迹 因为我们很好的知名 他的话和思想 都会永远的随着 似于悲命 最后法院所判定 就是说 李小龙的死因 是因为这个 止痛药里面的情分 引发他的脱离 導致他从小脑水腫的现象 因为这样的故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武器怪奇物语》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节目内容 欢迎订阅YouTube频道 我是张道合 我们下周同一期人再会